哈囉 大家好 我是鴨子 我們今天來到了台東的新元SENFIN11 要來繼續我們第四彈卡雷的收集 OK 超中噴出了三隻一星的寶可夢 令人驚艷 那今天鴨子帶了這幾張 有皮卡 秋列 路沙 然後好勝毛蟹 跟我們假賀 忍蛙 都是四彈的卡 估計這一彈鴨子不太會去用前幾彈的塔片來打 那時候就給大家看一些都是新的卡片這樣 好 自己也覺得新的卡片來玩一下吧 呼喊 可惡 只有296而已 舞者 哇 這裡有球雷幕啊 大家 醒醒啦 醒來了 哇 五四倍耶 那這下就乾了耶 這下有點尷尬耶 而且鴨子沒有太特別帶 哇 這下糟了 它是蟲加水 皮卡丘嗎 哇 按下按鈕決定 欸 這下不妙 但是沒有帶太多強卡耶 真的不妙 按下按鈕決定 大家 會是苦戰啊 我不知道打得贏打不贏 但應該是 九成的機會應該是會贏啊 來試試看 試試看 兩個傷三星喔 皮卡丘是要電他的 怎麼會有球雷姆 太驚喜 太欲敗啦 我們這支列島路實在是三星的 我方的攻擊 攻擊輪盤 瞄著紅色的數字 35點 哇 它按到逃跑 好感動喔 龍爪 很好 左邊失誤 最小路者 能先處理掉 後續都好處理吧 我的卡片 剛剛好沒有能夠打那個的 攻擊輪盤 抽雷姆 完蛋 不妙喔 10萬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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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痛一點 完蛋 不太妙 不妙耶 不妙耶 導演提升 感覺都被他一招逼命耶 這什麼 銀頭一擊 這招式也太可愛了吧 好 皮卡丘所寫 很好 超越球雷姆 拜託 重啊 GOGOGO 漂亮喔 我方的攻擊 攻擊輪盤 瞄準紅色的數字 瞄準紅色的數字 瞄準藍色的數字 瞄準 不愧是你 那是380 其中又害了 OKOKOK 左邊陣王 反式機會 哇 我們這個雙三星塔 打得太漂亮了 10萬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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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只有扣一點點而已 沒關係 來要料 如果大家再一發龍戲招式 龍爪 處理掉我們的 熊雷姆 就怕失誤 沒失誤 我們就 瞄準紅色的數字 超級提升 他按到盾 就怕失誤了 沒失誤都沒死 好 效果絕佳 好 好了 那皮卡丘差不多了 防禦輪盤 瞄準紅色的滑浪 防禦大幅提升 防禦大幅提升 剩下最後一秒鐘 這場一開始就激戰 爆風雪耶 很好看耶 怎麼會是耶 那我們左邊應該還打不死 如果剛剛米卡丘就死掉的話 有一點希望 哇 QQ了 那個血量應該殺不死喔 有耶 你永遠都不會想到 卡奧雷戰場上會發生手變化 太刺激了 來左邊五星球雷姆 右邊四星 巨甲舞者 是嗎 麻煩大家 超越擊球 是超級球 我們上次適合復得的 球雷姆嗎 有沒有 兩下囉 三喔 好棒 看起來是一個 又是一個難纏的對手 辛苦了 第一場就這麼刺激 好球耶 好玩好玩好玩 好勝 大家球雷姆直接很大方的出現了 麻煩這張卡片製作給我們吧 好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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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草蟲噴嗎 難道是要草蟲了嗎 喔 大家 可惜它沒有發光耶 哇 哇 還真的 好球喔 太香了 哇 他直接給 什麼意思 哇 好開心喔 大家 哇 壓制了 第二張五星 KATO大席了耶 哇 直接握著走 球圍谷是我們的囉 哇 還按到317啊 你知道嗎 心情好 狀態也跟著一起好起來 夢聽到不喊了 好勝毛線 哇 幾隻啊 100隻好勝毛線 3227 還有大家 左邊三星好勝毛線 如果有抓到 我們來送給觀眾 因為那張呢 其實對壓制來說 我覺得很好用啊 畢竟是兵系的啊 在沒有球雷姆之前 OK嗎 遇到龍系都可以拿來使用 有沒有 兩個 3 3 3 好厲害 這兩隻都抓到了喔 勝率捕捉 接受到誰 這樣好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不會啊 哇 好爽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變成卡片給我們囉 這是你的囉 傳說 終該有一點 傳說 現在的第三道 是我們的巨甲舞者 然後還有四星的雷姆殺 巨甲舞者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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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表現一下夾人蛙 跑很快喔 夾人蛙 明顯感覺到速度 它的圓牌好像有點弱耶 飛蛇什麼 還蠻好笑的 可愛啦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打死 哇 打不過 哇 太可惜了 我們 後來又遇到巨甲舞者 不過 多次的失誤啦 就是 打他都打不中 怪怪的 所以之後呢 沒有順利的把它給打敗 但是來看看有沒有一個 神一般的頭子 看好了世界 沒事 我就只丟一次精靈球 有喔 那這個應該穩抱吧 兩個 三 右邊不拿 二星的我們不用了 都要幾次出在輪盤上面了 剛剛有人在重新賭一次卡牌 所以 或許還會有一些 我們來抱持愛情 喔 喔 OK喔 然後就巨甲舞者 現在目前用起來覺得他好猛 有了啦 等一下看看還有沒有強大寶可夢去死 然後遇到第二隻應該是四星的烈雕如茶 我們這隻打好久喔 大家 又是他耶 還沒下卡 巨甲舞者 四星的 麻煩把力量寄給 牙子 是精靈球 早在那邊騙我了 我剛剛明明就是按到了大獅球 有沒有這希望 拜託 麻煩啦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終於 終於把他抓下來了 天啊 還不錯 巨甲舞者 終於加入我們的團隊了 好 大家看一下巨甲舞者 喔 他攻擊好高 132 防禦147 特防96 速度 喔他就是慢了一點 但真的很強耶 哪位剛剛那麼難打 難打喔 喔 強大寶可夢是 好 大家 這我們今天做一道 把他打下來 沒打下來就撤退了 而且巨蕾姆因為兵系的喔 直接雙克 好沒問題 用不到 拚命按壓 對手的 也按到對 防禦大扶椅子 對手的 對手的攻擊 防禦輪盤 瞄準紅色的國號 防禦大扶椅子 哇 他也按到三五耶 又來囉 綠椅子 什麼 是嗎 他好像捕獲機會 有巨甲舞者還沒有攻擊到 捕獲時間 捕獲時間 對手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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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蟲系的招式比較 也沒那麼泛用 因為他是攻擊高嘛 四星列爾如下 慢慢把力量寄個壓著 太好了 是超級球 剛剛我已經集氣到了 各位 一個 兩個 三個 進來了 難來喔 太好了 抓到寶可夢囉 起碼有三星代手 可以把寶可夢帶回家 請投幣 有需要代收的朋友 歡迎底下留言 好不好 今天壓制多的卡片 就直接會抽給你 多的三星卡 我們會直接抽給各位觀眾 好的 那畫面上呢 就是壓制今天的全收穫 一共是打了14道 開圖的部分呢 有五星的球蕾姆 還有四星的巨甲舞者 草噴球蕾姆 真的是太意外 太驚喜 太歐洲了 真沒想到 那今天呢也來抽抽 畫面上這四張三星卡片 只要留言 我需要這四張三星卡 就能夠參加抽獎 然後也恭喜畫面上這兩位觀眾 分別抽到了皮卡丘各一張 再麻煩私訊壓著粉絲團跟我聯絡 好的 那目前呢 壓著的圖鑑進度長這樣 一二星呢 已經全圖鑑了 三星還缺一些些 四五星缺很大 不過沒關係 慢慢玩 繼續加油朝著全圖鑑努力就對了 最後呢也順帶一提跟大家分享一下 壓著其實這一天呢 也有使用假賀忍蛙來進行對戰 他的設定呢 是必須要擊敗一隻寶可夢 才會進化成小製版的假賀忍蛙 很棒很讚的一個設定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不論是進化之前還是進化之後 假賀忍蛙都有點軟 蠻容易死掉的 整體對戰的感覺很難用 或許速度快是他最大的賣點 不過那低的可憐的輪盤還有傷害 讓鴨子有點失望 也或許是因為鴨子不會用 目前還沒有找到使用他的最佳時機 如果你是很會使用假賀忍蛙的朋友 也歡迎底下留言跟鴨子分享一下你的使用技巧 好的 那麼差不多就是這樣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